那么这节课呢 将为大家讲解的是 有关于这个新建合成组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项目窗口这里呢 单击鼠标右键给它新建合成 或者说呢 我们可以按一下键盘上的Ctrl加N键 给它创建一个这个合成组 那么这个合成组的这个名称啊 大家可以随意去命名 然后对于呢 下方的这个宽高比啊 默认的是1920x1080 当然我们也可以给它调小 调整我们需要的一个这个画幅的比例 都是可以的啊 然后在这里呢 有一个锁定宽高比是16比9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个Afton呢 是用来做这个视频编辑的 所以说呢 1920x1080 也是我们比较常用的一种 这个视频的一些这个知识 它当然还有它的这个宽高比呢 是16比9啊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一般情况下 它的数字是1920x1080 那也有一些这个画幅的比例呢 它是这个 720x576 或者是720x480 1440x1080 类似于这种画幅比例 在这里呢 你可以去鼠标左键点选这个数字 你可以自己去设置 比如说呢 在这里呢 给它设置成720 然后锁定宽高比16比9的话 在这里呢 应该是405 但是你可以将这个16比9呢 给它关掉 在这个宽高高度这里呢 给它换成480 或者576 这个呢 它的这个画幅的比例呢 它是这个4比3的 而且呢 它的这个缩写的这个名称呢 应该是SD 跟刚才的那个1920x1080呢 它的这个画幅比例呢 首先是不一样的 还有说 还有就是我们高清的一般都是HD嘛 然后对应的下方的这个是像素宽高比 像素宽高比呢 对应的是默认的时候呢 应该是方形像素 你可以将这个默认的这个像素宽高比呢 可以给它换成这个变形的或者说其他的 比如说D1DVPage 或者说这个DVCompro或者说1.5 或者1.46或者1.21都可以 这个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喜好 或者说我们一些这个具体的一个制作要求 去选择这个方形像素宽高比 这个默认的时候呢 去选择是这个像素比 默认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呢 选择是方形像素 看见就是说 在这里呢 会有一个自定义数标组件的点选 看 我们注意看 这里呢分为这个NTSA制和这个帕制 我发现这个NTSA制呢 基本上我们不会使用 为什么呢 一般情况下 这个NTSA制呢 是这个电视台一些 这个欧美国家的一些 这个电视台的一些 这个所使用的一些这个制式 我们亚洲国家 尤其是国内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这个制式呢 基本上是这个帕制的制式 像香港 类似于香港这样的一些地区呢 还是使用的这个NTSA制 我们国家使用的是这个帕制 这个帕制这个DV 方形像素 一般情况下 我们选择是这个 或者宽荧幕 宽荧幕 方形像素都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注意看 在这里选择这个 然后对于呢 是下方呢 是这个高清的几种 这个画幅的一些这个比例 还有它的这个制式 然后呢 在这里呢 我们注意看 在这个后面呢 会有一个29.97和25 或者说24 类似于这种差别 这种差别呢 就是其实呢 其实主要就是一个 这个帕速率的问题 那在这里呢 我们选择的一种 这个默认的一个预制呢 就是趴着DV 宽荧幕方形像素 那在这里呢 我们注意看 它的这个宽高比呢 是1050乘以576 然后它的方形像素 然后对于呢 下方有个帕速率 是25帕每秒 我们注意看 这个 它的帕速率是25帕每秒的 就意味着 就是一秒钟呢 有25张画面 每一张画面呢 都代表了有一帧 每一张画面 都代表了一张一帧 所以说呢 连续的25张画面 组合成了一秒 就像我们之前 给大家演示的 就是我们导入了 导入进来的 这个PNG系列 它是一张一张画面 构成的这个 连续动态的一个 这个影像 那么每一张画面呢 其实就是一帧 所以说呢 在下方这里呢 它的这个唯一的区别呢 很多这个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素材和素材之间 知识和知识之间的 唯一的区别呢 其实就是一个 真粒的一个区别啊 一个是这个 呃 一秒钟有25张画面 还有一些 这个是一秒钟有 30张画面 或者24张画面 类似于这种啊 所以说在这里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使用的是 25张面 25张面 或者说 呃 是30张面 所以说这个 这个参数的这个设置呢 也具体呢 也要根据我们这个 具体视频制作的一个要求 或者说自己的喜好 去设置啊 还有它的这个分辨率 这个分辨率呢 就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最终预览到的这个素材 我们现在在这个 室口窗里面预览到的 这个素材 它的一个这个清晰度啊 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这里呢 选择都是完整啊 你可以换成现有 这个清晰度的四分之一 或者二分之一都可以啊 然后这个持续时间 也就是它的这个总长度 现在这个总长度呢 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通过讲解 这个振速率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可能 应该会了解到 就是说我们在A中呢 最小的这个时间单位呢 应该是真而不是秒了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会有四个刻度 一个是呢 小时分钟 小时分钟秒和帧 所以说在开始时间 这里都归零的话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就会显示从第零秒 第零帧开始 然后30秒零帧结束 也就是我们现在 总长度做的这个视频呢 它的总长度呢 应该是30秒 30秒 当然你可以将这个数据 给它调大 还有就是默认的时候呢 这个背景的颜色呢 是黑色 你可以调整其他颜色 你可以调整其他颜色 都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调整好了以后呢 选择确定 会发现在这个项目窗口的下方呢 会有一个合成组 这个合成组 首先它前面的这个图标呢 类似于是这种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项目窗口的下方这里呢 直接去点击这个新电合成组 也可以去给它创建一个新的合成组 当我们在项目窗口下方可以创建很多个不同种类的这个合成组 内容不同的合成组啊 或者新的合成组都可以啊 但是我们每创建完一个合成组的时候呢 都会在时间线下方的这个面板这里会显示对于的合成组 里面的这个内容 里面的内容 但是呢 通过我们对于创建好的这个新的合成组 也就是合成一 我们预览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效果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它是一个黑色背景的一个空的合成组 那既然我们要编辑这个素材 我们要使用这个合成组 首先呢 那我们肯定我们下一步呢 是需要将我们的这个素材往合成组里面去扔 扔进去 如果大的话 我们就调小颜色按的话 我们就给它调亮 不合适的话 我们鼠标组键呢 去点选这个素材呢 给它按一下键盘上的delay的键呢 可以给它做删除 所以说呢 这是我们的这个合成组啊 它的一个这个使用方法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线 时间轴的这个下方 我们注意看在这里呢 会有个下来菜单 那如果对于我们现在现有创建好的这个合成组的这个大小 它的帧速率 一些等等 一些这个其他参数 等等这种参数呢 如果我们不是很满意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它做一个二次的编辑 那如何去给它做一个编辑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将这个下来菜单 也就是这个时间轴面 把这里的啊 有一个合成设置点开 这是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合成一呢 给它做一个重新的一个编辑 那么编辑完了以后呢 直接选择确定就可以了 比如说在这里呢 是25帧每秒 那么在这里呢 选择 25帧或者给它换成30帧每秒啊 都可以选择确定 那这样的话 现有的这个合成组呢 我们鼠标组间呢 去点选合成一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的画幅比例呢 还是1050乘以576 但是呢 对于它的这个帧速率呢 在这里呢 有一个FPS 这个FPS呢 就是帧速率 它的一个这个后转名 然后对于呢 旁边呢 有30 就是我们刚才改好的 从25改到30的一个这个这个帧速率啊 所以说这个呢 也是这个合成一 它的一个这个 一个信息面板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项目窗口这里呢 创建一个新的合成组 这个合成组呢 我们注意看 它第一开始 这个名称是合成一 重新命名的 这个就应该是这个合成二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确定 合成二创建好了以后 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间轴的这个面板里面 又多了一个合成二 多了一个合成二 这个合成二里面可以放新的内容 可以放新的内容 那这个新的内容 跟合成一的这个内容 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合成一是合成一的内容 合成二是合成二的内容 两个没有任何影响 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呢 我们合成一呢 里面呢 是可以将合成二的这个合成组呢 可以给它放进去 合成二的这个内容呢 也可以将合成一里面的这个合成组呢 给它放进去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注意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在合成一里面呢 我们鼠标组件呢 去点选对应的合成一 它里面是空的 现在是 我们将这个素材呢 给它拖拖到这个合成一里面去 我们将整体这个素材呢 整体给它做一个缩小 缩小好了 我们注意看 在这个合成二里面 它是空的 那我们现在选择合成一 将合成一呢 可以给它放到合成二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合成二里面呢 本身呢 就含有这个合成一 它是有一个这个签套关系 就是说两个合成组呢 是来回可以签套 但是如果说我们合成二里面 不含有合成一的话 我们两个工程它是分开做的话 那么首先呢 这样的话 合成一和合成二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我相信解释到这里的话 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合成组的话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合成组呢 就等于在AE中呢 在AE中呢 就等于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个舞台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舞台上面 可以给它添加任何我们想要的这个元素 然后呢 在这个舞台上面呢 再通过我们现有的这些 AE自带的一些这个特效 或者一些这个效果给它添加进去 然后呢 最终给它输出来 那这样的话呈现出来 才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效果 好了 这里呢 是这个合成组啊 它的一个这个创建 以及它的这个使用方法